不好意思 但是扛錢我可能某一段時間 某一個禮拜會常喝 可是這個可能我可以喝個一年這樣子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吃飽 我是Yuna 我是Yuna 我是丁娜 我們今天要拍的主題是 萬波心願清單 大家每看前面幾集的話 幫大家 我來顧一下 就是萬波已經紅兩年了 但我們完全沒喝過 上次是第一次喝 那一杯好好喝喔 這次呢我們點了這六杯呢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收集 評價非常高的六杯 除了洋汁甘露 我們每點因為我們不愛 所以真的就是私心情郎 我們也沒有在管大家的差不完是什麼 萬波很紅的應該就是那個 紅豆昏桂 鮮奶 我一直很不敢嘗試 因為我很喜歡吃 一美冰棒的那個紅豆昏桂 那個很好吃 我想說一定要做紅豆昏桂 應該有點難度吧 但是又想要挑戰看看 對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吃紅櫃的人 我聽說他的珍珠奶茶也很好喝 背後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開始喝吧 島嶼紅茶圍冰圍圍堂35塊 好好喝喔 我喜歡 他這一款就是我自己覺得是蠻樸實的台灣味的感覺 就是台灣紅茶的味道 不過一般那種古早味紅茶都可以做半湯或者是全湯 那我覺得他就是古早味紅茶的那種微微湯版 我覺得非常好喝 他就是有茶味但不會很深 對 然後我覺得他尾韻有一點 他很適合在你吃過一些油膩的東西之後 配上這個就覺得很解膩很清爽的感覺 對 是一杯清爽的紅茶 那這個萬波島嶼紅茶得到分數是 7分 蘭葉納提微冰微微糖50塊 那個是什麼味道啊 這一款蘭葉納提他的紅茶有特別的一個香料味 還是香氣在裡面 所以我一開始喝到的時候 我有一點不太確定他那個味道是來自於哪裡 他是用斯里蘭卡的康提紅茶 但是我一直覺得有點像絲襪奶茶嗎 絲襪奶茶 我也有覺得耶 但是他又沒有那麼甜沒那麼濃 味道上偏複雜一點點 他不是絲襪奶茶那種給你很重的那種味道 反而是在重跟蛋之間 他就是一款茶味非常非常重的紅茶拿鐵 他幾乎沒有鮮奶的香氣 對我就是鮮奶愛好 然後只一直沒喝到鮮奶就有點 怪怪的 怪怪的 但是對我來講 我好像也覺得他的紅茶味有點過重 那這個蘭葉納提得到分數是 6.5分 精力前面就有點小失望想說趕快來個錢 鴨鴨精 對 哇好好喝喔 好好喝喔 它很古早味珍奶的感覺耶 很像什麼休閒小讚那種珍珠奶茶 那個奶精味真的是有喔 真的這個奶精味真的太讚了 因為它珍珠可以咬好久 但我覺得它有珍珠是屬於那種外面偏軟 裡面比較硬的那種 不是整顆都很Q 有珍珠心的那種 嗯 微微糖這個甜度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它本身的珍珠也有甜 這種就是我壓力很大 或者是什麼大烤丸 就會想要來一杯的那一種 就是要那個奶精 雞排加珍奶 對啊 雞排加珍奶 就是要這種珍奶 是一杯讓人充滿幸福的飲料 嗯 如果你要再幸福一點的話 會把它點到半糖 超幸福 那這邊波霸奶茶得到分數是 8分 紅豆昏桂鮮奶微糖70塊 剛剛就是整個被奶精充了之後呢 就很想要再被衝擊一下 不要不要讓我停下來 所以直接選擇它的那個 紅豆昏桂鮮奶 很好吃喔 真的假的 你錯過它兩年 你有覺得很後悔嗎 有一點 很好喝喔 哇 用吃不一樣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甜點 我覺得微糖很剛好耶 因為你可以喝到那個 紅豆的香氣跟甜度 我自己是覺得 那個蜜紅豆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加分 然後又再加上昏桂 紅豆也是種那種口感很Q的那種 我覺得看了鮮奶也選得很好 它鮮奶是帶出來那個香氣 對 它有讓我想起一枚的那個 冰棒的感覺 紅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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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奶得到分數是 8分 新排愛育檸檬唯冰唯糖50塊 它有點微酸對我來說 應該是你很愛的那種味道 對啦 我很喜歡喝這種酸酸的 然後又有一點甜 很解膩 不然怎麼有一種 回到阿嬤家的感覺 對我也覺得 對 它的愛育檸檬 跟其他家人喝起來不太一樣 嗯 應該是它的檸檬汁的那個調味吧 它的愛育也是那種 很像自己做的那種耶 手工的 我是不知道你這樣子看 看得出來 它不會很假 就是不會像是那種濃縮檸檬汁 它沒有化學味耶 對 沒有 超厲害 很原汁原味的一款 但是我發現它的愛育 跟別人的愛育不一樣 就是它吸起來不是有那種 一塊的感覺 而是 它有切過 所以吸起來不會那麼 吸不起來那種太大塊整個縮進去 吸起來有點像類似 脂弱的感覺 對 但我如果是我 可能我會再點甜度再高一點點 哈哈 最近很需要很需要 金牌愛育檸檬得到的分數是 7.5分 上一次喝到很驚豔的 就是康慶龍的 對 但康慶龍喝膩了 我一直在尋找就新的 因為康慶龍的奶綠就是有一點 容易膩的那種 嗯 好好喝喔 好好喝喔 超好吃喔 超好吃的 它的奶綠就是剛好的那種 喔 嗯 那個喔有點太慢了 哈哈哈哈 它的奶綠就是不會很香 它是微微的香氣 微微的那種綠茶的香氣 所以你不會覺得很甜膩 再搭配它的小芋圓 因為它的小芋圓不是說味道很重的 它是屬於口感類型 而且它是越嚼越香類型的 所以兩個人就是 都是淡淡的香氣 但是相輔相撐 我覺得這杯就是我可以喝很久 不是像康慶龍那樣 欸不好意思 但是康慶龍就是我可能 某一段時間 某一個禮拜會常喝 可是這個可能 我可以喝個一年這樣子 然後呢它那種就是這個 太快速飆升的那種 熱戀 快速熱戀 對 它的每個味道都不是那種 炭蔥的那種 愛愛 愛愛內涵光的那種 愛愛內涵光的那種 你有喝出它形狀嗎 超級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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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喜歡清爽的奶茶的話 就很適合點他們家的奶綠 因為他們家的奶綠 不是那種茶味很重的類型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比較喜歡喝茶味重的話 我就覺得你可以點的是 萬波奶茶加小芋圓 那個就是茶味更重 這個也是微微糖 對 所以它加那個粉 那個小芋圓的甜度上去 就是變微糖的感覺 對 那這個碧羅春奶綠加小芋圓 得到的分數是 8.51 歡迎來到吃吧的 爛笑話時間 今天是我 太賽者了 為什麼人家進到科學園區 會容易跌倒 不知道 不知道欸 你們都沒聽過 對啊 因為很多半導體 半導的部分 半導體 那 還有喔 欸 它很容易講上 豆腐出家會變什麼 豆腐出家會剃豆腐嗎 會剃光頭 光頭豆 不知道欸 會變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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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哉善中 還不錯吧 可以可以啦 網友你們自己說 現在是我們的推薦時間 那我們今天會選出自己最愛的一杯 我要推薦的這個就是 紅豆粉粿 紅紅豆粉粿 鮮奶 鮮奶 覺得超級好喝 大家一定要喝喝看 我要推的是它的 壁羅春奶綠加小芋圓 真的很好喝 然後第二個是 波爸奶茶 真的 你很痛苦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短暫的得到快樂 那我要再補傳一下 我覺得 萬多奶茶加小芋圓 超好喝 喔 那個也讚 那我要推薦的是 金牌愛玉檸檬 因為它的愛玉真的很好吃 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有推薦更多萬鍋的飲料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那記得訂閱吃吧 讓我們一起 幸福的吃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這支影片 你頭上有珍奶 快點幫我照 用頭髮喝珍奶 換你來到吃吧的推薦時間 我沒有推薦時間嗎 我沒有推薦時間嗎 這支影片幫我照 幫你黑珍奶 打個圖來 帶來 歡迎 by bwd6